继续关心子女教育议题 美国近来教育费用飙涨 除了关心子女课业 申请进入理想学校 接受高等教育 如何规划大学的教育费用 也相当重要 是的 那么今天的节目现场 我们为您请到了 大学学费资助与税务规划专家 Michael Chen 他要给我们谈一谈 如何最有利的申请大学的教育资助 特别是现在学费这么贵 Michael是不是有钱的家庭 财务雄厚的家庭 相对比较有机会 把子女送入私立的名校呢 不一定 这原因是美国有一个大学助学金 它是一年有170个Billion Dollar 它是有很多的钱 让你的孩子送入他 进入他理想的大学 是 我们刚刚看到 就是说他有一些帮助 那一般低收入的家庭 有得到这个所谓助学金的机会 如果不上不下 特别是家庭收入在中间的家庭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机会 当然有的话 不管是我们把家庭分成四大类 低收入低资产 低收入高资产 中收入中资产 还有高收入高资产 每一个家庭都要根据 他们家的这个特点 做好计划 每一类的家庭都可以得到 最多的大学助学金和税务优惠 关键是说一定要做好计划 那想请问一下 这个通常大学的奖助学金 可以分为几类是如何发放 以及它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好的 大学助学金的话 分为三类 其中20%左右的话 是零利息的学生贷款 9%左右的话 是Fedal Working Study 还剩下的话 80%左右的就是Grant 就是送给你的 它这个助学金 它最主要的目的是在什么 助学金的目的的话 好 助学金的目的 不是对穷人 低收入家庭的一种补助 它是一个美国的国家战略 是为美国连续不断地 培养出优秀的人才 让每个学生的话 都有机会进入他理想的大学 成为他就是学到他最多的知识 为美国做出最大的贡献 这是一个国策 除话中有说 教育是百年大计 是国家的 是立国之本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你刚刚特别提到 这个助学金不只是针对 所谓的比较贫寒的家庭来做补助 那对于一些收入相对比较高 例如是20多万的家庭 其实手头还是一样很紧 申请这个奖助学金 与一般中低收入的家庭 它的程序是一样吗 程序当然了 低收入不一样 低收入低资产的家庭的话 他们是不用做 几乎就是说不用做太多的计划 像收入20万这样的W2家庭的话 一定要计划 把它的税务规划计划好 把它的净收入降低才可以 因为申请大学助学金的时候 不是看你的W2的银行 是看你的净收入 所以一定要强调这一点 而且有些资产是不记录在内的 好的 我们可以听到说 其实还有一些窍门的地方 是净收入并不是实际的收入 稍待我们还会继续访谈 另外也会开放扣印 所以这个华裔家长 对这个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欢迎您打电话进来 谢谢大家